加密资产随美科技股涨跌 到底还能不能避险 这似乎在考验每一个人 白俄罗斯全面支持挖矿和加密货币交易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萨尔瓦多呢 任天堂不缝莫元宇宙 打算踏踏实实做游戏 科比的神奇战衣NFT拍卖 接受数字资产支付 你能相信科比已经离开两年了吗 2月17号星期四 碧莲何在 我是Michael 最近连续三天 我们都在关注俄乌的局势问题 为什么要关注它 是因为比特币从诞生到现在为止 除了经历过经济周期的起伏之外 还没有经历过局部战争的洗礼 所以到底比特币 能不能作为一种避险资产 或者说一种风险对冲工具 那么假设说俄乌的局势持续紧张 甚至恶化的话 那么如果比特币能够领先 所有的资产率先上涨 那么这对于比特币来说 是一个关键的成人礼的仪式 据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比特币的价格下跌了约10% 较11月的历史高点下跌了约38% 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 科技股和成长股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 这意味着如果只是加密货币冬天 这个术语指的是延长的看跌期 它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其实经验丰富的投资者 不管你是传统的证券和资产的投资者 还是必穿的投资者很少会被这些下跌 或者说跳水的行情所吓到 你还记得比特币跳水最高的行情是什么吗 2018年的那次大跳水 对吧 80%的市值 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跌穿了 所以所有的下跌 其实都是在下退一些立场不稳定 或者并不知道你购买的资产 是什么的投资者 还是那句老话利润是跌出来的 而风险是涨出来的 白俄罗斯说起它来 你会想到什么 2018年的那一条 允许5年之内白俄罗斯的居民 可以享受比特币交易 免税的相关政策 对吧 那么白俄罗斯的总统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在2018年3月份又再次颁布了一项法案 比特币挖矿和加密数字的挖矿合法化 在2021年的11月份 也就去年的11月份 白俄罗斯又再次签署了一项法案 允许白俄罗斯的银行系统 也就是说白俄罗斯最大的中央银行 将允许民众通过银行系统 来购买相关的加密资产 那么最近白俄罗斯的总统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又签署了一下 和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相关的法案 是什么呢 来看看 2019年4月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建议可以在格罗德诺的核电站 建造比特币农场 并于去年8月 敦促白俄罗斯人留在本国 并开始开采加密货币 不过在去年3月份 政策收紧监管 白俄罗斯禁止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 而今年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办公室 在本周宣布 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签署了一项关于虚拟钱包地址 和加密货币流通的登记册的法令 该法令确认 该国正式支持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自由流通 旨在保护加密投资者免受潜在损失 并防止无意中参与法律禁止的活动 那么根据已经公布的文件 白俄罗斯的部长会议 必须在这项法案公布后的三个月之内 完全地执行该法案 也就是说白俄罗斯可能会对比特币的挖矿 交易和加密货币的买卖进行全面的放松和支持 其实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在土地 还有军事以及政治地缘上都有非常深刻的联系 回想起俄罗斯前段时间还要禁止 相关的挖矿和加密货币交易 对吧 但是这一项禁令遭到了俄罗斯政府人士的拒绝 那么无论俄罗斯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路线 是监管是打压还是严控 那么白俄罗斯可以想见 未来有可能会成为继萨尔瓦多之后的 又一块比特币或者加密资产的乐土 任天堂不覆没元宇宙 打算踏踏实实做游戏 科比的神奇战衣NFT拍卖 接受数字资产支付 你能相信科比已经离开两年了吗 说起来荡身于1988年的任天堂 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熟悉啊 那个红白配色的游戏机 是多少人童年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梦想啊 大家最熟悉那个小霸王学习机 游戏机那个红白配色 其实就是抄的任天堂 那任天堂呢 他既出游戏也出游戏的软件 大家最熟悉的像这个塞尔达系列 马瑞奥系列 还有精灵宝可梦系列 都是任天堂的手笔 那在这个月呢 任天堂公布了他们在2021年的财报 数据还是非常亮眼的啊 那数据显示呢 截止到这个12月31号 任天堂的Switch系列 总的主机销量突破了 1亿0354万台 游戏软件的销售量达到了 7亿6641万 第三季度的营业利润 达到了22亿美元 远远高于市场的预期 近日任天堂社长古川俊太郎 却在近期的财报问答环节中表示 元宇宙被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司关注着 很显然他拥有巨大的潜力 在介绍元宇宙时 也会有人用集合了动物森友会 这类游戏来举例 虽然自己也对这个概念很感兴趣 但是目前来看 他和任天堂的计划并不符合 当然任天堂对元宇宙保持一个 审慎乐观的态度呢 除了和这个元宇宙还在早期阶段之外呢 也和这个古川俊太郎的形式风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古川表示说呢 近期之内他还在观察到底元宇宙的入口在哪里 表现形式又是什么 作为一个给用户提供乐趣和游戏的一家公司 如何让用户在轻松愉快 并且非常放松的氛围之内去享受游戏 可能是任天堂要认真考虑的事情 在这一些条件没有完全明确之前 任天堂可能不会着急的去进军元宇宙 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相信 两年前的今天一代篮球巨星传奇人物科比·布兰特 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我相信科比的事迹或者故事 任何人都能说出一两件来 无论是凌晨四点还是这个曼巴传奇 每个人都能从这个篮球巨星的身上 获得一些往前进或者克服困难的力量 虽然说传奇已经落幕 但是传奇需要人再次续写不是吗 那么在2月16号 斯福比拍卖行的一个拍卖活动上就表示 这一次拍卖当中呢 包括了篮球巨星科比的一件篮球球衣 并且宣布可以接受加密资产作为支付的手段 那么这是一件在2006年的时候 科比在对阵多伦多猛龙队的比赛当中 掌握81分的风神时刻的神奇的战役 NBA官方认证机构已经验证了这件球衣的真假 科比的投篮球衣将以实物形式出售 同时还配有科比81分比赛的NFT动画 这件球衣的起价为20万美元 苏富比将接受ETH、BTC、USDC以及法币的最终支付 AAC baba comes in the second half once a great player gets going there's no stopping all-time greatness Cobe put the smackdown to the tune of 81 big points on that given even Listen to this crowd for number8 Kobe Bryant 此前就举行过一场 献给已故NBA传奇人物 科比布莱恩特的NFT拍卖会 该系列包括8张1比1的NFT 描绘了好莱坞摄影师David Factor 在1990年代拍摄的科比的照片 据悉所有的销售收入 都将用于The Member Mambasita体育基金会 该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致力于帮助在体育领域 得不到服务的运动员和年轻女性 该组织是在科比及其女儿Gigi 于去年1月不幸去世后成立的 那么这次拍卖呢 其实也是NBA联盟所发起的 在区块链上纪念科比的相关活动之一 什么是科比的慢八精神 就是永不言败 永不放弃 永不妥协 在困难中创造奇迹的精神 很多篮球运动员认为说 在单场比赛当中得50分 算是超水平发挥 得到60分就已经是一个运气使然了 然而科比从来没有给自己设限 他认为一场比赛当中得80分 90分 100分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凌晨4点就开始训练 凌晨4点的故事就是这样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体育人 那么现在慢八精神已经越来越多的 被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和运动员继承和传送 好 以上是为大家准备的今天所有的内容 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把我们频道做得越来越专业 节目最后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值得我们记录的大事件 区块链托管平台Chainstack 宣布Solana已上线该平台 Chainstack将提供Solana节点的快速通步 可靠的主网和DevNet基础设施 以及多个托管选择 摩根大通发布了名为《元宇宙中的机会》的报告 报告中显示 虚拟土地的平均价格在2021年的6个月内翻了一番 达到12,000美元 在回应狗狗币联合创始人Bill Marcus 发布的关于免费赠送加密货币骗局的推文时 马斯克再次抱怨 此类骗局在推特上的泛滥情况 他指出 这家社交媒体巨头 长期以来一直苦于这个问题 而迟迟无法解决 最新数据显示 播场T2ON账户总数达到77096540 正式突破7700万 播场T2ON各项数据稳中前进 播场T2ON生态逐渐强大的同时 也将迎来更多交易量 欧足联与Socialist.com达成合作 并签署赞助协议 Socialist.com成为欧洲冠军联赛等赛事官方授权产品 和官方粉丝T2ON合作伙伴 此外Socialist.com已成为美国2021至2024赛季欧洲冠军联赛 和欧洲超级杯的区域赞助商 欧洲冠军联赛事官方授权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